那一开始我们先带你来关注的是 俄乌战士现在已经满一周年了 但是呢战火还是没有看到镜头 第三方促和的动作是转去积极 继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公布 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的文件之后 现在美国媒体有所报道了 北约的三巨头英德法三国家呢 你提议为乌克兰打造一项防务协议 要升级的是北约跟乌克兰的 军事合作的关系 借此要换取基辅今年稍晚 跟俄罗斯即将启动的和谈计划 而中共第二十届的二中全会 今天开始连续三天在北京召开 聚焦了机构改革和领导层的人事安排 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戴彦君 他就认为本轮的机构的改革 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 将会围绕在中国式的 现代化的目标进行部署 包括中共的总书记习近平 他提出的顶层设计与实践的探讨 另外呢在二十大当中提出的完善党中央的决策 意识协调机构 强化国家安全的工作 协调的机制 要建立全域联动的国防的防护体系 也会是一大重点 好再来关注的是国际焦点 是二乌战事现在届满一周年了 北京当局现在发表的是 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的文件 说明促和的立场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坚信 乌克兰会取得胜利 同时也希望可以跟大陆国家领导人 习近平来会谈 但是呢乌克兰的政府官员 都是抱持着不同的意见的 而相较于美国不断放话 表示中国大陆将会对俄罗斯提供致命性的援助 拜登在昨天表示 北京目前并未如此 二乌战争一周年之际 北京政府发表了相关重要文件 中方愿在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 中国立场文件基础上 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发挥建设性作用 12点内容强调劝和促谈 表明了中国大陆对于二乌战争的一贯立场 启动和谈 对话谈判是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唯一可行出路 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 都应得到鼓励和支持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随后表示 尽管这不是和平计划 也不是解决方案 但却是中国大陆的想法 他也表明希望与习近平进行会谈 泽伦斯基表达中方有助于全球安全号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奇指出 不认同文件中关于单边制裁的部分 因为制裁是一项重要的工具 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科也指出 任何只是为了指战 并让俄军持续占领乌克兰领土的促和协议 都不是真正致力于和平 基辅当局对于北京提出的立场文件不领情 但俄罗斯外交部在声明中高度赞赏中国大陆的态度 而在俄务战争周年之际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来一直强调 忧虑中国大陆可能提供俄罗斯致命性援助 不过美国总统拜登表示 目前并没有证据 相较于美国忧虑中国大陆援助俄罗斯 拜登已经加码军援乌克兰20亿美元 但是对于泽伦斯基希望援助F16的请求 他也表示目前并不需要 因为美方现阶段的军援 是希望乌克兰能挺过今年春夏进入秋季 记者黎静综合报道 英国国防部在25号的俄乌战争美日情报当中 指称说俄军现在可能已经用尽 他们所拥有的伊朗无人机的库存 其做此研判的依据在于说 是因为15号开始呢 很可能就没有俄军正在使用乌克兰 这边用一次性的攻击型的无人机的报告 而俄方很可能会寻求补充这一类的 自杀式的无人机 尽管这些武器在摧毁俄军的 锁定目标上头几率不佳 但是呢 俄方很有可能将之视为是有用的诱饵 能够转移乌克兰的空防 对于这个俄罗斯的巡异飞弹等等的注意力 而联合国的安理会24号针对俄乌情势 现在召开了紧急特别的会议 但是呢 这个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会议上头 邀请各国代表起立 为战争的受难者进行一分钟的默哀 但是俄罗斯的代表裂边甲的行为 现在是引发了批评 好 画面上你可以看到呢 其实大家都是纷纷起身的 但是呢 逆边甲却是高举着手上的笔 是以大家暂停默哀 后来甚至拿笔敲击了隔壁的这个 莫三比克代表的麦克风 虽然说他没有能够打断默哀 但是不愿意因此放弃 后来甚至是站起来要求主席来发言 并且要求大家为了2014年起 所有在乌克兰事件的罹难者默哀 但是其他代表却是不断的拖延 三三两两的站起来默哀 各国代表在两次起身默哀的时间的这个速度 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 有婴发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